我們今天來到了台中港市政重劃區 大家好我是小當家 我們今天來到了台中港的市政重劃區 今天要來這邊介紹一間大概五年的房子 那今天有地培喔 在這邊清水住了大概二十年的一個妹妹玉婷 嗨大家好今天有我跟小當家一起介紹我們的案子 那今天為什麼會有這個同事來介紹呢 因為有時候小當家不是住這邊嘛 那自己介紹的話不是太中立 讓你找一個在地的地培來這邊去幫忙介紹 這樣子比較中肯一點 那說實話這個地方目前的一個發展景況 你覺得怎麼樣 目前的話這裡是一個很有規劃的一個重劃區 然後等一下要介紹的案子是我們的熱灣 熱灣的話它是接近我們的舊城區 離我們的文化商圈很近 然後臨近台中港酒店 是一個生活機能很方便的一個社區 你說的台中港酒店應該在那個方向 從這個社區的後面那裡 那老實講 它剛剛說的那個文化街其實也是在那個方向 另外一個方向 那我跟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說台中港這邊的發展大概是以大字路 以大字路分成南北 大字路以南這邊其實是比較早發展 大概二十多年前就已經有建案在這邊陸續的 像這種透天啊 都是在那個時間點已經蓋了已經開發的 那文化街那邊就是老的那個無期人會住的地方 就是他們吃喝玩樂都在那裡 那我們今天剛好看到的就是大字路以南的一個建案叫什麼呢 熱灣 叫熱灣是不是 在哪個方向 在這個方向前面 正前方那個比較高的那個吧對不對 對 OK那我們就直接過去囉 欸 玉琳我們到了嗎 到了到了 我們到了社區了 你說這個社區叫做 熱灣 它大概是幾年屋勒 大概是幾年多的房屋林 屋林五年多 我看到對面剛好有一個公園嘛 所以它是正對公園的一個公園仔 所以它是五年多的一個房子 看起來大概樓高是15樓左右 那我們今天的房子位於幾樓呢 位於赤頂樓 赤頂樓 赤頂是不是 好那我們就直接到樓上去看囉 到了齁 就是這一戶 這個地方 齁 就是14樓的地方 讓我們把它關起來了齁 喔 這個門 嗯 嗯 很有保家的FU 這個應該也是保家吧 那我覺得這個格局還不錯啦 就是進來之後 第一個 就會看到有一個入門玄關 重點是什麼 其實現在很多的房子 因為市區啦齁 名數不夠 所以要做這樣的入門玄關 會相對比較難 喔 這間 上面是沒有裝潢啦齁 因為是頂樓 那個比較高樓層的關係 所以有灑筍的部分 這樣子反倒好了 到時候 可以自己裝潢 去做 把通話板做起來 那入門玄關的地方 就有一個放鞋櫃的地方 還有 放遮鞋的什麼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噠噠 喔 客餐廳的部分齁 對沒錯 喔 這裡應該算是 就是要放一個 那個餐桌的位置 那為什麼 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 為了 預防那個穿堂煞的關係 所以 屋主門一個巧思 在這裡做一個屏風 喔 哇 這個面寬還蠻寬的 如果是這樣看起來 我覺得應該有到 三米半左右 1 2 3 沒錯 大概三米半左右的一個面寬 喔 所以它的整個客餐廳 非常的通透 喔 這等會派也要給它出租說一下 哈哈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一個陽台 喔 哇 這個陽台我喜歡 喔 整體看出去的感覺 你看 這小子的妹妹在這裡 遠眺這個東西 你在想什麼 來講這個 就是這個 你就可以看我們的風景 白天可以看到我們的海景 這個 這個部分啊 你看喔 看出去 喔 因為這個動具 動具都還蠻遠的 再來一點就是說 以這邊看過去還有一個海景的部分 所以是蠻漂亮的 這一間的採光也非常的好 那 以這個 這個陽台的一個大小 我覺得 這裡再放一間躺椅 放一個桌子在這裡 可以 小酌 或者是喝一點茶 還不錯 喔 那我們進來看一下 喔 它的一個 廚房的部分我覺得還蠻寬的 就是說它這裡沒有隔起來 這個其實也可以到時候請設計師做一個隔絕裡外 油煙比較不會造出來 好 再來 這個寬度 這裡應該是放冰箱 跟做那個電氣櫃的一個位置 這個是林內的三機 雙口爐 再來 這個空間也蠻大 也可以做一點櫃蹄 來 我們繼續往後看 後陽台 它是沒有做洗手台 不過 這個也是手動的一個塞架 這裡它有蠻巧適的地方 就是說它把它封起來 這個比較不會有灰塵進來 那如果你要通風的話把它打開就可以了 喔 我們繼續往內看 這個 宮領浴的部分看完了 那還有一個 這個是衛浴的空間 衛浴的空間 像它是三建築 有 蓮蓬頭跟這個洗手台 合成的部分 那 重點是有對外窗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一個房間 這應該是它的 赤卧 赤卧 赤卧跟現在的兩房的主卧差不多大 其實這一間的整個格局跟採光 我覺得非常棒 像這個看出去的一個感覺 就是剛剛我們看的一個地方 那個是海原的位置 再來 格局很方正 那我們看一下 這以前應該是有出租對不對 這以前是老闆的辦公室 喔辦公室 了解 這個地方跟隔壁那間蠻像的一個格局 也是有點長方形方方正正的 然後看出去的一個景色 所以它兩間的一個採光都非常的不錯 而且梁柱都沒有在裡面 我發現 不過這間主卧室有一個梁 不過沒關係這個可以改 這個就是主卧室的一個空間 雙面採光 我們可以看它的一個 那個地方是那個新的遠雄酒 幸福城的一個 這一間是很大間喔 這一間是主卧室 那 因為它這個地方有一個梁 那梁的地方我們就可以做什麼 做一個 像這樣做一個八尺櫃的部分 那可以放的東西就蠻多的 那再來它的廁所 喔 古浴缸 這不錯 這個格局還真的不錯 而且也有對外穿三建築 喔這個景色跟今天的我們的同事 玉婷來分享一下這一間的房子 這個地理位置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台中港市政重劃區的 大智路以南的一個 比較開發比較久的一個城區 這邊它的一個生活機能 會比新區那邊更好 不過慢慢的這邊也開始發展了 那離那個山景奧類 其實大概也是五分鐘左右的一個車身 對 那這一間房子目前喔 它的一個位置 地理位置就是大概在這個地方啦 那 玉婷 這一間啊 目前它的一個坪數是多少呢 盤車位的坪數的話 是49.9坪 所以也算是三房裡面算比較大 扣掉車位大概它的建坪是多少 40.2 40.2 哇那算屬於現在比較標準的一個 三房格局 那它的主建加附屬呢 就是室內空間的大概的大小 它建物的話大概是24.3室體 24 那附屬像陽台價錢大概多少 多少 三點一次 喔所以大概是28左右 對 哇那這樣子我就很有興趣了 它目前的一個開價是多少呢 目前開價的話是1098萬 那它扣掉車位的一個平均單品的價格 大概會落在多少呢 以開價來講 大概是24萬多 我還知道25萬 哇塞 你是說真的嗎 真的 路途很投心的 欸靠 大家知道 小燕家有在南竹買了一間 你知道 那一間不到24坪 就2000多萬 哇這太扯了啦 真的嗎 那這間目前如果要帶看的話 是不是要提早約 對要提早約 OK 那如果你對這間有興趣的話 趕快跟小燕家聯繫 我們的學姊玉婷也會出現在這邊喔 如果你有這邊的房子想要脫售的話 也歡迎聯絡小燕家 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囉 掰掰